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了大量塑料垃圾 这很有可能是他死亡的原因 人类产生的塑料垃圾 已在悄然污染环境与威胁的生命 所以环境污染影响到了人类和所有物种的生存 现在在家 我们该做什么呢 我们要节约用水用品 及时关掉水龙头和开关 洗手用的水可以收集起来 用来冲麻糬或洗碗 以重复利用 用过的玩具可以消毒 留给后代 或者专给贫困身体的小朋友吧 用过的纸张可以用来做一些小玩具来玩 以降低塑料的使用率 等我们开学了 在学校里该做些什么呢 吃饭时 我们要做到光盘行动 丢垃圾时 我们要按照垃圾分类的要求 来让再生的垃圾变汇为榜 在公共场合 我们不要破坏刷草捉木 不要乱扔垃圾 我长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生物学家 听说 有一种生活在高海拔的潮州 用消化塑料 是其他生物消化塑料的26500 我以后要努力研究它 让它保护环境分解塑料造回来 只有生态平衡了 我们才能有个安全和谐的家园 小朋友们 为了能让我们早日脱下口罩 尽情呼吸大自然的方向 让我们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 一起成为保护环境的小位是吧 我的演讲完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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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